壞的叔叔!壞的叔叔! 嘿~~ 在拍攝錄影 對啊 請到了 有嗎?有 早上來工作室 然後我發現窗框上面也有白衣的屑屑 那窗框其實它是 就是檜木的 可是它還是有一點窗角被吃掉了 所以等到時候還是再請一下那個 蛛蟲的大哥幫我處理一下 那我現在在幸福鍋貼 那剛剛老闆娘說煎餅要等 最好心的就是還請我吃了一顆煎餃 那等一下吃完之後 今天繼續做工作的事情 那晚一點 應該是中午左右吧 就是我買的B格會送到 那現在相機快沒電了 我不確定 今天可不可以完成一整天的紀錄 很怕它錄到一半就沒有電 它這個是蔬菜煎餅 那它的煎餅煎得其實是非常的脆 那我還加了蛋跟蔬菜 所以上次吃過一次真的還蠻好吃的 你們聽看看我不知道瘦不瘦到聲音 我真的不用加醬就非常好吃了 還有蔬菜跟蛋 一早就又看到白蟻跟好吃的煎餅 雖然我心情蠻複雜 這會是愉快美好的一天嗎 嘿 在搶嗎 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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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喔 皮革到了 剛剛我還在看那個 葉明斧葉老師的直播 看著看著 皮革就到了 yup 現在在跟大家做直播 然後因為今天下午在等染料乾 所以 就做一下直播 那一樣 今天跟大家互動的狀況 我也會這樣把它紀錄下來 然後放到今天的生活紀錄裡面 yup 又到了晚上的時間 現在 到了 竹路 然後因為我早上啊 就真的只吃 你們看到的那個 煎餅 所以 吃晚餐 很久沒有吃燒肉了 應該要好好的 吃一下喔 yeah 小優回來了 今天 今天 我直播有人說 老師你看起來很寂寞 我說因為小優 她去雲林上課 絕對 你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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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 你絕對 我先叫 然後看想要吃什麼好不好 好 好 你也在吧 好 今天的幾乎大概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Fyre、Fyre的叔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